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吃素调养身心,养身保健,素食主义者中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公众人物,比如刘德华,王菲,克林顿等,而这个坚持素食的团队仍在不断壮大,素食究竟有多厉害,让他们义无反顾地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一256岁世界上最长寿的素食者,李清云,纽约时报,曾报道过,世界上最长寿的素食者,李清云,16771933年,再是256年 他是清末明初的中医中药学者,也是世界著名的长寿老人 经常看到电视上报道有人活了120多,160多岁等,其实那些不算什么,李清云先生活了256岁,而他是一位素食主义者 他100岁时,以前777年,曾因在中医中药方面的杰出成就,获得政府特别奖励 他200岁时,仍常去大学讲学,这期间他曾接受过许多西方学者的来放 他认为自己健康长寿的原因有三条,而全世界最聪明的孩子聚集的学校师生全部素食之道吗? 全世界最聪明的孩子聚集的学校是,美国费城格连杜曼中心 孩子们4岁入学时,就会正式的体操,两种以上语言,两种以上乐器,必须有3000公尺以上的长跑能力等等 还有,学校老师及学生都必须全部如素 因为他们研究发现,牛奶和肉类都是伤害大脑的食物 澳大利亚政府测验各地小学的儿童智商 结果,学生最聪明的小学是,阿南达玛加小学,一所素食学校 长久以来错误的观念,吃素没营养,真是大错特错 最高大的动物如牛,象,长颈鹿,都是吃素的 拳王阿里亦是如素一族,他可是用力最多的人呢? 另一种错误的观念是,吃素不聪明,看看历史上素食的诺贝尔蒋得住巴,泰戈尔,爱因斯坦,肖伯纳,史怀哲 这句话意识不攻自破 著名艺术家卢达文西,巴明加纽顿,富兰克林,爱迪生,全部都是食素者 三城海菊肠,素食十年,我没去过医院请听陵城海菊肠谈素食,约两分钟 城海菊肠的扮演者黄俊鹏说,我认为,成为一个素食者首先你会得到健康方面的好处 我吃素不是为了健康但素食却给我健康带来很大好处 吃素这些年来我没得过什么并尽管演出环境不停变化,工作压力大身体到越来越好 精力也越来越旺盛思维也越来越敏捷,台词不用背,看几眼就记住了 其次是心情和性格的变化或达开朗不计较得失许多的好处说不完每个人不尽相同 结果都是完美的现在许多的朋友跟着我吃素他们的健康也有很大改观 并且传统观念认为食素者营养不良而实践却恰恰相反 像导演车夫,吃素两个多月时最大的感受是变得心情慕名得了近20年的敏感性 结肠颜不再犯了体力和力量也明显加强在江西拍,红色摇篮时 还有三四十个演员跟我一起吃素 似呵护孩子天使般的心灵世界每个小孩都有一颗天使般的心 当他们知道若是动物被残杀而来的真相后,被深深震撼了 请听聆听他的心声,约两分钟,上餐桌时 张开的眼睛这个巴西的三岁萌娃说出了令全世界都未知惊奇的话语 一个八岁男孩,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想对爸爸妈妈说,我想不通父母为何非要吃肉 假如有人要吃我,你们肯定会伤心 动物也有孩子,你们吃他们的孩子,他们难道不伤心吗? 不要小看孩子,他们真的是大人的老师啊 小孩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上天怕大人在乌鱼横流的红尘中迷失了前行的路 所以派小孩来提醒我们要记得真善美 要记得,在这个地球上,每个生灵都是妈妈的孩子 他们和人类一样拥有生存的权利 无改变世界的秘密居然是吃素 一个善念,力量究竟有多大 善念可以是很多人一起,共同拉动全世界 善念也可以,仅仅是你,就改变了全世界 善念如此,素食亦如此 改变世界的秘密居然是素食,王子尔配因6亿人吃素等于救了1700条生命 亿人吃素,功德不可思议 2003年,美国人一年吃掉91.5亿只动物,不含水产 美国约有27000万人,平均每人每年吃掉34只动物,加上鱼虾类则更多 这只是2003年的数字,被屠杀后成为盘中餐的动物数字每年都在增加中 因此在美国,只要一个人弃肉如素,一年就可解救34条生命 以平均寿命50年计算,终其一生,可以使1700只动物避免被屠宰和在环境恶劣的养殖场度过悲惨的一生 再加上鱼虾海鲜等其他动物,树木相当可观 因为海鲜类消费量,更不容忽视 往往一盘菜中就有数百条生命 什么算是可以让一个人一辈子就至少1700条命 很简单,只要控制住自己的嘴巴 再进一步,如果你能多劝服一个人气肉如素 那么,你又救了至少1700条命,功德无量啊 相反,有些人不明因果,随口劝人不要吃素 说吃素这样负作用,那样不好,殊不知已犯下了极大口业 一人吃肉,或劝一人吃素也就等于至少,简洁杀害了1700条生命 如此巨大的因果,未来如何承受 7.选择素食便可以停止这一切残酷的行为 成为素食者是一种选择 但是,对于在养殖场终生长河被屠宰的动物而言 这一切都是无法挣脱的事实 当您看到餐桌上的肉给动物带来的酷刑时 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富有同情心的人决定终生不再食肉 成千上万的动物,在恶劣的饲养环境里成长 然后被惨无人道的屠杀,只要人类继续对肉继续有所需求 如果您选择素食,就可以停止这一切残酷的行为 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请大家选择素食 素食生活意味着健康的身体,智慧的心灵干净的水,稳定的气候,永续的经济 智慧的心灵选择素食生活,就是在选择我们的未来